对2024总统大选来此刻 正逢关键时刻 要找谁选谁能选 甚至谁又愿意礼让不出现呢 这绝对考验大家 而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则证实了 已经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了面 也充分了解郭董愿意代表党出战的意愿 不过就在敏感关键时刻 党主席朱立伦 他的动向左右动态也备受关注 怎么出招都牵动了来因2024的陈宇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9号出席新竹市党部新春团拜 在党部主委李静颖陪头下 与新竹市长高鸿安摇耳朵 外界解读蓝白终于合体了 双手放在你的胸前 但这场餐会其实有内幕 知情人士透露朱立伦透过李静颖 与前立委李嘉敬 请托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让他和郭台铭在团拜会面 由于郭台铭另有行程 两人同框的规划落了空 现在传出王金平不满 朱立伦没有自己沟通这件事 他总是有待会 希望在2月9号能过去参加 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因为还是很远 大家觉得你们 那你现在把我当成什么东西 但在王那边传出来的想法是说 他也不要去 那我变成我被边缘右边缘 虽然没有办法公开来个诸国会 但党中央动作也不少 我已经跟郭总见过面了 清楚地表达他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这样的意愿 但也并没有非选不可 松口跟郭台铭见面了 非绿联盟看来有谱 至于是不是连郭卡侯 黄建廷罕见动了怒 这个要讲多少次 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胜选 那我也很感谢郭总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上面 我们是一致的 强调3月4号之后 会针对2024提名积极讨论 但如今朱立伦动作频频 拉锅李玉侯 难道是为了创造高升量 爬上制高点 外界各有解读 记者苏志杰夏天辰采访报道